哈囉大家好,我是林柏鴻 我是Style Master 三月號的封面人物 聽說Style Master 收集了很多35歲的網友 共同的疑難雜診 有職場的問題、感情的問題 由我這個已經滿36歲的人來為大家解惑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感覺是關乎人生 但是聽起來這個網友他人生想要突破 那可能你要先找到自己突破的點是什麼 你想要突破的事情是什麼 你就去做 不一定一下子要立刻180度的轉換職場 你可以先從慢慢的接觸開始 但是如果你對於突破是沒有方向的 就待在原來的圈圈裡面 我覺得安穩、安逸 一直做著原來在做的事情並沒有不好 能夠常常的做一件重複的事情 把重複的事情做到極致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棒的能力 我覺得 其實這個問題他自己好像已經有答案了 對 就如果你覺得這個關係讓你感到不舒服 就選擇跳槽 對 那如果你覺得你可以在原本的位置上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那繼續待著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因為對我來說我覺得工作就是把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好 那如果你想要升職或是你想要讓自己越來越進步 那就是跟自己的競爭 好像不太需要去跟別人比較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間走 對啊 找不到另一半家人又在逼婚喔 就我有自己的時間走啊 在現代這個社會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多元的世界 自己可以選擇追求自己覺得適合的價值觀生活方式 所以結婚生小孩組織家庭 當然是一種一定會有很多幸福美滿的生活的選擇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更多的可能性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你自己的人生你過得開心最重要 不用太在意別人要你過什麼樣的生活吧 生活圈太小 那就要拓展自己的生活圈囉 現代社會其實有很多認識新朋友的方法 比如說你喜歡的興趣 然後就去加入什麼樣的社團 甚至有些人喜歡在網路上認識朋友 下載交友軟體 對順便提一下為什麼會講交友軟體呢 因為四月會有一個電影要上映叫做 沙莉裡面的女主角都是透過交友軟體來找到她心目中完美的另一半 其實交友軟體也是一個方法 對啊 所以我覺得只要你知道自己喜歡的是什麼 比如說你有什麼興趣愛好 或是你知道你會被什麼樣子的人吸引 你知道你喜歡跟什麼樣子的人一起生活 你知道自己喜歡的是什麼 你就可以找到適合的對象 馬上滑掉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在用交友軟體 但馬上滑掉 可能是詐騙的吧 對於投資有興趣嗎 這種可能就是 Be Yourself 公開有公開的好 不公開也有不公開的好 做了什麼選擇 你就相信你的選擇 我比較是屬於那種在做一個選擇之前 我就想清楚在這個選擇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如果我做了決定 我就努力的去讓它變成一個好的選擇 對 但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原地 你去兩個選擇當中猶豫困惑 那其實它永遠都是一個負面的情緒 不要比較 比不完 就這麼簡單 在跑步的時候就是 看著終點線 比看著其他跑者來的重要吧 可能反而自己的年紀的增長 會讓自己更沒有這樣子的比較心態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然後你的生活的 剛剛說的那些成就 其實都是來自於你自己的選擇產生的結果 如果你想要不一樣的生活 那你就去做不一樣的選擇 我的人生這個壞習慣的部分 可能不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一直都有一些壞習慣 比如說太多了可能懶散啊 身邊朋友都覺得我沒什麼壞習慣 這就是我壞習慣 對於自己的壞習慣視而不見 自己的生活上面 就是會比較隨性一點 希望可以比如說像 陳柏青一樣愛乾淨啊 比如說像 毛毛一樣愛地球啊 比如說像 微紅一樣就是 非常的 單純 簡單 純樸 有時候都是那個 角色們帶給我 更多相信人性良善的 那種 啟發 聽到剛剛那些就知道我自己 有很多缺點 看了我剛才的回答就知道 其實雖然我已經36歲 但是我也沒有什麼真正解惑的能力 我覺得人生呢 就是不斷的在摸索尋找 創造新的可能性 重點不是別人告訴你該過什麼樣的人生 就是你自己想過什麼樣的人生 大家都在各自的道路上 努力往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吧 想知道更多關於我的消息 請鎖定Style Master 臉書IG還有Youtube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